美国开始清除美国军队在越战期间使用的锤售剂、橙剂的残留物 现在距离越战结束已经将近40年 在星期四,越南和美国官员在现港的一个前美国空军基地宣布启动清除这种化学毒剂的项目 美军曾经在现港空军基地储存和处理橙剂 在越战期间,美军在越南重林地带释放了巨量橙剂去清除殖被,以便搜索越共部队 但橙剂除了杀死植物之外,据信还会产生其他当时未经考虑的效果 接触橙剂和呼吸道癌症、糖尿病以及婴儿先天缺陷有关 美月两国共同清除橙剂项目显示河内和华盛顿开始清除过去造成的恶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